大家好,熊仔汽车,每天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汽车资讯 上半年汽车销量成绩出来了 成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狭义乘用车累计产量达到了994.2万辆 同比增幅28.9% 整体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去年疫情对销量的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增幅在情谊之中 妈妈说,上半年如果谈个细分市场的亮点 一定绕不开新能源车市场 新能源车1-6月销量累计达到了100.1万辆 同比增幅超过了218.9% 要知道,即便没有疫情影响的2019年 全年销量也不过只有120.6万辆 这还是全年销量哦 公安部上台数据统计 截止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603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2%,其中纯电汽车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81.7% 上半年新度测登记新能源汽车110.3万辆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7.4万辆 增长234.9%,创下了历史新高 我们都知道今年新能源销量很不错 但没有想到这么厉害 似乎感觉到新能源汽车取代燃油车的速度会大大提前 是这样吗?毫无疑问 我们目前已经处于汽车市场存量竞争时代 在市场总量相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这细分市场的销量肯定是此消彼长的状态 新能源车的销量大幅增长 必然意味着燃油车的销量有所放缓 新能源车市占率增速的加快 也就说明取代燃油车的速度再加快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随着销量的走强 证券市场的反馈同样是水涨船高 从三月份的2648.08.1路高歌 涨到了日前的4173.6点 涨幅高达54.65% 投资机构预计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 全球将进入新一轮的 新能源产业发展周期 动力电池和零部件中的热管理环节最被看好 妈妈说 虽然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 但是就此能下结论 燃油车的淘汰速度会提前 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 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中的里程焦率和充电焦率 是否得到了解决 目前来看 特大车企开发的主流纯电车综合续航里程 都在500公里左右 这个里程数据与燃油车相当 但由于天气 堵车等因素导致电量需标的问题依然存在 所以现阶段里程焦率并未完全解决 就更不用谈早期的电动车产品了 从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来看 目前包括国家电网 主机厂和第三方充电公司 都处于火力全开状态 一二线城市充电桩的布局相对合理 即便如此充电焦率仅仅也只能说是得到了有效缓解 起码续航公里数到50公里左右就得着急充电的是依然是事实 第二 新能源车的保值率问题是硬伤 对于一款纯电车而言 生命的周期 由动力电池的状态决定其实并不合理 动力电池的回收再生 换电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就目前而言都还在试水过程中 尽管大量的资本已经关注到这个板块 但是法律法规目前还并不完善 真空地带依然存在 第三 自动驾驶作为新能源车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目前这一领域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 L2-L3层级的突破一直受限 除了法律法规和路权保险等问题之外 众多的开发者认为 L3级别存在底层逻辑的问题 基于此 甚至现阶段很多车企绕过L3直接开发L4 部分车企在实验路段已经可以实现L4级自动驾驶 但当全线下放到用户时 它最多也就是无限接近于L3 妈妈说 新能源汽车的问题多多 绝不仅限于此 如何找到突破口 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智慧 销量半年就击穿了百万辆 我们欢欣鼓舞 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 短周期内的销量突破 这些问题不解决 上升渠道就并没有彻底打开 新能源汽车快速取代燃油车还任重道远 另外 就燃油车本身而言 各大车企都在想尽千方百计为它续命 比如现在一车难求的比亚迪DMI超级混动 这项技术的诞生被认为是现阶段燃油车最大的竞争对手 以DMI超级混动的发展态势来看 燃油车远没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